这要马上就对于失望的症状吗 行政人员很忙碌 手边工作一件接一件 另一边还有广播在帮忙叫号 五月报税季到来 民众抢当早尿 报税季开跑的第一天 刚好呢是碰上了五一劳动间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在台北 活税局的中正分局 现场人潮是非常的多 那么也有很多的民众说 来现场报感觉还是比较安心 才早上九点半 现场就急报百人 还有民众等了一个多小时 工作人员好像有比较少 因为去年实习生很多 之前都是家人帮忙处理这样 一个小时要的 全国零贵人都很多 可能得加派人力 网络申报凌晨起跑 案件也不少 从这个系统的统计资料来看 大概已经有完成申报的 已经有11万户左右 今年缴税新制就包含 基本生活费调升为二十点二万 以四口之家是用五%税率来算 可省一千两百元 而单身去年所得四十二点三万 以下则免税 还有去年满十八岁年轻人 今年要缴税了 可选和父母分户 或者合并报税 而退税则分三阶段 网络和手机申报 七月底就能领到 第二波则得等到十月底 多家银行推出信用卡缴税优惠 中国信托不限卡别和缴税金额 免缴手续费 国泰市华银行最高享有十二期零利率 台信银行给新户优惠 超商则是7-11缴停车费或房屋税 送门市商品购物底用券最高七十七元 OK超商夹夹二十五元带走中杯美式 要稍稍弥补民众报税后损失的荷包 TVBS新闻网想张慧先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